今天我们开始讲四半英退 生成术协议 所以我们稍微提到 生中术协议是怎么样生成的 我们说最开始是没有生成术的 因为就没有环路 只不过因为后来 我们各人的通通欲才有了环路 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不懂 不懂呢 没有办法 你自己约下去再理解一下 约上就是这样子的 可能之前你们的老师 或者说你在别的培训中心 说四半英退 才没有告诉过你有没有 之前有没有生成术 最开始是没有生成术的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做了隔离 通通欲才有了我们的生成术 有了二层的广播 广播风暴才有生成术 那我们先说一下生成术的一些 分类 这个分类我们可以分两个来看 左边一列和右边一列 左边那一列 IEEE的标准 抗论的协议 我们一个人来看 IEEE我们之前是讲到过的 在IEEE呢 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委员会了 现在呢我们知道的IEEE 它其实制定很多的标准 但对我们学网络来说 最重要的应该是802委员会 对吧 主要来制定我们局网的一些标准 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802.1D 802.1W 所以答案是小写W 802.1S 所以S也是小写的 这是我们的 应该说是以财网的一个标准 那无线局网 还有下一些标准 对吧 802.1G呀 等等等等 我们就不说了 那我们先说 这三个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发展的历史的 第一个 最开始的时候 是802.1D 这好像是98年的什么时候 反正比较早了啊 比较早的一个802.1D的Spotry 这应该说是最原始的Spotry 最原始的Spotry 然后呢 后来 其实802.1D呢 有一个补充 有一个update 那个update呢 后面我们再来看 他的算法 他们的 我们要说算法啊 也就是说 对我们Spotry的一个 基本算法来说 全部都是一致的 总体算法是一致的 但是他们是有区别的 80的EW称之为快速生成数 它为什么称之为快速生成数呢 我们要看快一遍内容 在我们的80的EB里边 它的数量时间大约是30秒钟左右 比如说一个接口 你把它拔掉再插上去 本来能够通了对不对 现在不通了 你至少要等30秒 至少要等30秒 这是没有补充的情况下 当然后面有几个补充 让它的一个数量时间来加快了 但是补充中归还是补充 而到了我们的801W呢 称之为快速生成数 快速生成数 它可以来在我们的交换机之间 以及边缘端口之间 达到一个快速生成的效果 非常快 这时候呢 他们都是两个几个额外的包 两个最重要的包是 Proposal 和Agreement 声明和Agreement 在最后呢 有了个802.ES 这个呢 是现在应用的 应该是比较广泛的一种情况 802.ES称之为多实力生成数 Multi-instance 多实力生成数 但是我们要提的是 这两种算法 这两种 他们的算法 是一致的 完全一致的 只不过现在呢 802.ES 多出了一个实力的内容 我们来看四颗的 四颗的 四颗的三个呢 一次对应的 就是这边的三个 在我们的四颗设备下 能够看到三种的工作模式 第一个是 TVST 其实是TVST加 然后呢 Rapid PVST 然后是MST 我们依次来解释里面的一些单词 每一对吧 每一个微单一颗生成数 PVST 好 什么叫做PVST加呢 PVST加 说白了 就是既支持ISL的封装 也支持802.EQ的封装 就称之为802.ES 而且 而且 默论的情况下 也是 PVST的这种封装 这种 这种 所以 这种的工作模式呢 它的生键时间是比较慢的 像这边一样 30秒钟左右 之后 之后 司科 针对这种情况 发明了一种新的 算法 就是Rapid PVST 快速生成数 那其实就是Proposal Agreement 等等等等 这时候呢 还是每一棵微单一棵树 每一棵微单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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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呢 802.EB呢 其实是没有 不是每一棵微单一棵树的 所有的微单都在一棵树里面 司科的感觉是 每一棵微单一棵树 你想想 如果100个微单和一个微 100个微单里面 都在一棵树里面 那算 那算法 不是算法啊 计算太平凡了 计算太平凡了 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 最直白的 你的PC 你的PC关机了 都会引起你的 齿白零吹里面的一个 突破的数列 不可接受吧 确实是不可接受的 或者你 不小心 你的脚把你的网线踢掉了 对吧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 你再插上去 这时候 你也要等30秒 而且 非常非常频繁的 它有很多缺点 那快速正能数呢 就有了很多改进了 呃 主要是快速手脸啊 现在它的手脸呢 大约在 一秒钟之间 就能够完成 小于一秒钟 快速正能数 其实都是四棵树的 呃 至少这一个是四棵 四棵树的版权 然后呢 后来 HKOE才借鉴过去 然后呢 后来发生 嗯 我当时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有100棵微烂 就有100棵树 对不对 对吧 那100棵树 现在说明 有一个小问题是 树太多了 树太多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后来有了一个叫做 多实力生成的树 那它 它还有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 我们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 啊 把100个微烂 100个微烂分开 前50个微烂 一棵树 前50个微烂 一棵树 后50个微烂 一棵树 啊实力啊 对不起 后50个微烂一个实力 那这时候呢 他们在一棵树里面 他们在一棵树里面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下 就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吧 对吧 那么多实力生成树 好 我们历史讲完了 很多人学完Spyntree 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样来分类 对我们听哪个是哪个 嗯 我们就不批评啊 我们不能做批评家 我们应该做一个 呃 借鉴家 可以借鉴别人的做法 你没有说对 我要说对嘛 对吧 当然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犯错误很正常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呃 一个情况 收Spyntree 这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回车 你会发现 其实呢 这里面 就称之为 ProV ProVLAN Spyntree 你看 100的VLAN 10的VLAN 1的VLAN 对吧 那 说Spyntree呢 后面你可以接VLAN的 当然还有具体的参数 这时候呢 就是针对每一个VLAN 每一个VLAN 来看它们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每个VLAN的流量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没错吧 网段都不一样 看一下10 好 这是我们的Spyntree 一个情况 我们继续来看 它们的一个模式 好 Spyntree 怎么样来改模式呢 Mode 三个模式 对吧 PV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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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edPVST 和MST 怎么样一个对应呢 PVST对应 802.1D D是大写的 ReactedPVST 对应 802.1W 这个 快速生成数 然后最后一个 NST 多实力生成数 对应 802.1W 我们先不改啊 我们 其实 现在呢 我们应该先来讲一个 标准的Spyntree 因为这个标准的Spyntree 它们总体算法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每天会有细的变化 那我们来讲 Spyntree有一个标准 98年 802.1D 然后 它给我们提了一个 叫做 CSC Common Spanning Tree 对 它假设呢 只有一个实力 对吧 我们的交换网络里面 就一棵树 这种计算 真的是难以想象 而不管有多少个微烂 所以后来 有了PVST 每一个微烂一棵树 这是呢 4颗一个增强的Spyntree 每一棵微烂 每一个微烂一棵树 对吧 Each微烂 或者是Pro微烂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吧 802.1D 在2004年呢 有了一个update 刚才我也说过了 有一些小古丁 后面两个 802.1W 是快速生成数 在我们的交换机之间 来快速收敛 当然边缘端口 也可以来快速收敛 这时候 它的BVDO呢 BVDO我们还没有介绍啊 BVDO 你暂时可以把它里也长 一种哈罗包 里面会有很多字段 非常非常多的字段 每个字段都有它自己的含义 而且呢 默认情况下是两秒钟发一次 好 MST MST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多数据生成数了 也是我们思科的 Rapid PVST 发展过来的 那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最近关系 8.1.1W 跟我们的快速生成数 它叫 注意啊 注意看 这叫PVRST 应该不应该这样写 应该叫Rapid 不习惯用 Rapid PVST 对吧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更好理解一点 这个PVRST 历史我们了解完了 你自己想一下有没有记住 那我们来 呃 讲一下生成数的一个基本原理 这个呢 这其实是一个总结了 一个总结 我通常听一下把它称之为 生成数 你必须要了解的四句话 呃 我们先来说BPTU BPTU呢 称之为 乔接星期三元 对吧 称之为 乔接星期三元 分两类 两大类 一个呢 叫做 Configuration DVPTU 另一个呢 称之为 TCN DVPTU 这种呢 叫做PageDVPTU 里面呢 它主要是我们在计算 SpineTray 收敛的时候的 应用的一种报文 下面这种报文呢 TCN呢 称之为 错误变化通知 或者称之为错误变化消息 到宝宝也得称之为 Vacation 这是两段类 DVPTU 里面呢 确实已经包含了 多个信息 让我们来做下面的事 什么事呢 第一个 第一个事情 要选出根桥 我们画图吧 不用它这个PT 有时候 还是不太好的 我们说 它叫SpineTray 对吧 那是一棵树了 树自然是有一个根 如果在我们游战机里面的根 尽量是倒着的 对吧 说吧 根呢 不会有环 永远不会有环 不管怎么画了 永远不会有环 对吧 那如果你说这个位置这样子 那就不称之为树了 注意这个树呢 也是一个逻辑的树 我们第一个事情做什么呢 第一个事情就选它 选出根 我们称之为 根交换机 根交换机 root bridge 选出一个根 OK 那这边还有一个交换机 还有一个交换机 SW1 SW2 这是一个环状的 对不对 没错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选出 第一点啊 选出我们的根 第二点 每一个设备呢 注意 是每一个设备 poil bridge 称之为每一个桥 或者交换机 选出一个什么东西呢 选出一个 跟端口 另外一种端口角色吧 根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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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相对于每一个交换机的 每一个交换机 尤其只有一个根端口 这个根端口是干嘛用的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bvdu 对吧 bvdu我们可以把它暂时理解为一本hello包 它是维持我们的 维持我们的类似一种离迹状态的 如果多长时间之内没有收到hello包 没有收到bvdu 就认为这边已经没有根存在了 这个根 根端口呢 就是来收最优的bvdu的 收最好的bvdu的 麻烦你们记一下这句话 第二点 那当然是怎么样来选的呢 怎么样来选的 根据什么来选的 根据我们的cost值来选的 根据我们的cost值来选的 每一段链路呢 都会有条相应的cost值 对于我们一把道的带框来说 快速一台口来说是19 那就很好选了 那我们看一下sw1 如果到根端口呢 可以走这条路19 那你可以走这边这条路 38对吧 那自然这个端口 就是一个根端口 那针对每一个张机来说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范围 称之为 segment 或者叫 每一段链路 每一段链路 每一个line 哪一段呢 这一段 称之为segment segment segment 在每一段链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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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选出一个 称之为 指定端口的 这样一种角色 指定端口 对 它是针对每一个segment来的 对吧 那它的一个 怎么样来比较呢 其实也是一个 到达我们的基准点的 根端口的一个最小的cost 好 现在 在根端口 这个端口 是不是到我们的根的 cost值最小 0吧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通常成这位bp designed in the port designed in the port 对吧 那这个端口 是什么端口 rp root port 好 刚才我们说过了 根端口是用来 接收最优的bpto的 对吧 那指定端口呢 来 发送bpdo的 那 现在我们就 其实 我已经把你们引入了一个企图 什么企图呢 根端口来发送bpdo 对不对 没错吧 其实在我们的标准的sman tree 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在标准的sman tree 里面是这样子的 但我没有说其他的 对吧 记住了 当 所有 当已经选出来根端口的时候 就只由根 由根端口来发送 不是根端口 对不起 由根端口 对不起 每两秒钟 每两秒钟 发送一次bpdo 计 计 ok 那我们看 这个链路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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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选出了 这个链路选出来了 那每一端这一段还没有选出来 对不对 没错吧 这一端如果选出来呢 那你 那你其实也要来对比他们之间的bbdo的 对比他们之间的bdo 在这段要选出一个最优的 在这个连统上要选出一个 DP 你是来对于他们间的 BPDO的 怎么样来对比呢 怎么样来对比呢 这里边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BridgeID BridgeID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其实也是有的 也要用到它 在我们的跟桥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呢 也会选出来一个直行桥口 假设这个位置是直行桥口 我们说每一段连统会有一个直行桥口嘛 对吧 那么现在就剩余最后一个桥口了 这个桥口 既不是直行桥口也不是跟桥口 它就称之为 NON BEING THE POST 非直行桥口 那非直行桥口呢 它就会被针对这个交换机被block 针对这个VLAN被block 这个VLAN的流量就不允许通过 第一个跟桥口 第二个 计算本网桥到根网桥的一个 这种的靠锁 这个靠锁值来干嘛呢 这是下面的 这就是每一个LAN或者SEGMENT 选出离桥制定的那个 那个网桥 这就是一种根口了 作为跟桥口 作为直行桥口 它其实里面并没有说直行桥口是干嘛用的 但是直行桥口就是来发送一个最后的BBO的 下面 每一个网桥上有一个跟桥口 那自作介绍最后的BBO 这句话是我回来加上去的 这是我们的这种角色对吧 那你说怎么样来选出一个跟桥口 怎么想选出一个跟桥口呢 其实在加热机起动的时候 在加热机起动的时候 它们的BBO就开始来选了 它是SW1的BBO 这边是我们SW2的BBO 或者是SW3的BBO 一样的 它们之间来对比 这里边那些参数呢 其中很多的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BRAIDID了 BRAIDID有什么组成呢 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称之为我们的COVID 第二个呢 MAC 那前面呢 占两字节 后面呢占六字节 六八四十八嘛对吧 正好是我们一个MAC阶纸的一个长度 那对比了 对比的原则是 对比的原则是 先对比六元级 如果六元级已经对比出来了 将MAC将读效 将不会对比对比MAC阶纸 明白我的意思吧 先对比六元级 如果六元级已经对比出来了 MAC根本就不理会它 忽略它 那如果六元级相同 而且目前情况下 六元级也是相同的 就去代表 就去对比MAC地址 最小的MAC地址 将会成为一个 将是一个更优的BVDU 更优的BVDU 这张机之间两两来比较 一直在比较 一直在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BVDU的情况 BVDU刚才我们说过了 分两种BVDU 一种叫配置BVDU 一种叫做TCN TCN那种BVDU呢比较简单 TCN那种BVDU比较简单 会告诉 其实是向我们的根 来发一个TCN消息 告诉它 错误发生变化了 然后 由根来通知全网 当然这里边会有一个 TCN的 ACK 来告诉我 来告诉教授机 我已经出版你的TCN了 所以它已经是一种 通知的作用 报纹非常简单 有错误发生变化的时候 有错误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会有TCN发生 不管是PVSG PVSG 还是MST 都会有TCN这个报纹 那我们先看一下 有错误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TCN的报纹 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TCN的报纹 就这个了 啊 投票点称值 yes TCN 投票点称值 我再看一下啊 这边发生变化了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值 我找到了 这个杂包真的是比较难的值啊 我们刚才找到那个不对啊 那是另外一个 这个才是我们的TCN 投票点称值 这个黑色的这个 看到了吧 刚才我说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报纹 对吧 你看这里面 它告诉我们 叫 投票点称值 0x80 然后呢 协议是4803 没有了 没有其他内容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要 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是我们的一个 我把这个打开吧 这个叫做Page BBDO Page BBDO里面的信息 非常非常多了 其实它这个还不算多 如果是快实生数 它的 它的 它的内容才比较多了 更多了 比如说proposor啊等等等等 那我们先来看PPT 这里面 包含了什么内容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Portoc ID 那就是SWAMP了 Votion Votion这个位置应该 我印象中是一个0来着啊 Votion这个位置 0 对吧 是0 然后呢 BBD的类型 BBD的类型 如果是Page BBDO 在这儿 Page BBDO 那就是 呃 0了 也是取之为0 这个不需要记啊 这前三位不需要我们记 这几个都不需要我们记 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下面 上面 剩下的这些 所有这些 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Massive Type啊 我们不管它 那Flight Way 我们以前不管它 Flight Way 里面包含两位 是否是错误方式变化了 有Y和No之分 然后有ACK 投配这个ACK 这个位置也会显示 我们不管它 下面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Root ID 第一个Root ID Root ID和什么来对比呢 和Page ID来做的对比 我们先来说Page ID Page ID Page ID 刚才我们稍微提了一下 有两部分组成 两字节的预先级 对吧 两个字预先级是2的16次方 就是32798 对吧 然后 还有六字节的Mac地址 那就是48位 这样上面系统 是吧 我们先来看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吧 就叫Root 叫Root ID 那我们不看Root ID 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Page ID Page ID Page ID 乔圆级 乔圆级 32768 刚才我说是2的16次方 对吧 然后这有一个扩展系统ID 在标准的BBDO里面呢 是没有扩展系统ID的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扩展系统ID呢 扩展系统ID呢 其实就是我们叫Page ID 每一个VLAN一个数目 对吧 每一个VLAN一个数目 就正好是22次方 好 这个位置呢 它叫做Bage系统ID 其实就是Mac地址 这个位置 它叫做Bage系统ID 就是一个Mac地址 这一个用来选什么呢 在处置化的时候 在交換机处置化的时候 我们说要先选出一个跟来 对吧 这时候其实就相互来选了 选的过程 那我们先来说选 跟的过程 注意 这个我们叫做Bage ID 对吧 代表每一个 代表每一个网桥 每一个交換机 那我们说 我们要选什么 要选跟 什么要选 我们也说了 先选预言级 再选Mac地址 如果预言级相同 才选Mac地址 对吧 好 假设SW1和SW2 选出来SW1 它的假设预言级比较低 越低越优先啊 最优的就是零了 SW1成为跟了 那SW1里面的Bage ID 就称之为 Route ID 对吧 它就是跟了 Route ID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呢 有限级3768 然后这个位置 System ID 或者说Mac地址就是 C400AC Ec 然后后面4个0 这正好是我们的 6位 对吧 48了 然后我看 Gun ID在这儿 Route ID在这儿 3768 对吧 然后后面是 Mac地址 也就是说 这个设备其实就是Gun来着 那在我们接触眼镜上 怎么来看呢 好 看一下我们接触眼镜 收 我这上面已经有 10 100 当然还有1 10和100 对吧 我们一个图案一个 一个一个图案来看 收 48 图案 1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 这个图案的图案是多少呢 图案的图案 图案的图案是自身的 图案的图案 图案的图案 图案图案 32778 你不说32768吗 是因为 32768 加了 系统ID是10 扩展系统ID 10 明白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 你本来你的图案 就是10 所以这种呢 是32778 让我们加上100的话 是多少呢 32878 对吗 32868 对不起 32868 好 我们继续看 他的address 这叫做系统ID 或者叫mac地址 9cafca4780 show version 9ca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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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由这个Gmac 来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sysmID 那这时候就对比了 我们继续看 show span tree 100 我们就拿这个来看 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的breedID 后面几个时间 我们先不看 那我们来看rootID rootID rootID呢 我们说是根的信息 对不对 是根的信息 那这时候呢 根的 根的 入杂地说好呢 入杂地 包含两部分吧 priority 32768 然后地址 在这个位置 从哪儿需要的呢 从 F0-5口 需要的 也就是说 F0-5口应该是你的 根端口 根端口 那你沿着 看一下 F0-5在哪儿 socity neighbor F0-5 没感动小 其实我们都知道 F0-5呢 应该是 连了我们的SWL 对吧 对吧 连了我们的SWL socity neighbor 可能还没看到啊 看到了 5口 连了SWL 也就是说 这个rootID rootID 这就是SWL的 看一下SWL 呃 socity neighbor vline 如果是一个根呢 它会显示出来 this bridge is the root 对吧 那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没有costal值 为什么没有costal值 因为它本身就是根 对不对 端口 从哪个端口学到的 无考 不会有 它本身是根 还有时间 其他几个时间 自然会有 好 怎么样来看 根应该能够知道 对吧 好 SWLsocity root 是这样来看 这样看的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嗯 costal值 为0 rootID 在这儿 3768 加上后面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的一个根 这是我们的一个根 入下地啊 在这儿 我们就不做错了 那我们可以拿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两者之间来互发BBTU 对吧 互发BBTU 我们看这边呢 是32768 然后这边是32768 然后它的那个地址是1 这边的那个地址是2 这边的那个地址是2 很明显 X X 成为一个 root bridge 根桥 对吧 好 继续看 rootID和 gradeID我们说过了 cost of path cost of path 就是一个 观众们已经看到过了 cost 对吧 在我们的路台地下 就有一个cost值 那cost呢 它是有一些固定的值的 我们的跨数台网呢 就是19 离开网呢 是100 那还有其他一些 我在这啊 嗯 这个cost值呢 有两个标准来着 有两个标准 之前的标准已经废除了 我们先不看它吧 那现在的标准呢 对100来说 就是19 其他也记不住 至少这个19 你能记住吧 对吧 19 以及 以太口呢 是100 cost 1G是4 10G是2 当然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0 可能是100 或者是19了 这个第三个字 我们都看过了 然后继续看 下面呢 叫做portID portID 端口的ID portID呢 有两部分组成 那两部分呢 一个叫 port priority 注意 这个port priority 必须要记住 无论情况下 是128 无论情况下 是128 取之范围呢 应该是0到 240 我印象中是啊 看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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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 对的哈 无论情况下是128 越小越优先 越小越优先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 叫做 Index 通常情况下呢 可能称之为 通常情况下 和序列号有关 也就是说和 F0-0 F0-1 F0-2 和这个 和这个1234 有关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124-3 interface F0-5 DPL 这些明明是需要你们记得 你可以看到 针对每一个VLAN 注意 这是针对每一个VLAN 它都会有一个 啊 抛材机 我们来看 5号 针对F5 针对VLAN一把有一个 针对VLAN十有一个 耗小值 记录了十九对吧 耗小值 耗小值 128 默认的 全部都是128 好 HotID呢 这是两部分 前面是 HotFriority128 后面 我从来从来叫做Index 你看 就是这个 这个值7 当然 它并不是 F0-5中的这个5 而是在系统 重新给你编制的 另外一个 怎么编的 不清楚 呃 后面呢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内容 我们就先不看了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 我们可以在接口下看到一个 具体的 收发的BVDU 我们发现 SW1 针对VLAN100 只发了一个BVDU 为什么只发了一个BVDU 因为它不是根 它是在最初始化的时候 发了一个BVDU SW1和SW2 各自收到了BVDU 那 一对比 SW1说 我的比较优 根据什么来对比的 BVD 对吧 所以呢 它收到了一个BVDU 但是 它发了一个BVDU 但是它收到了多少呢 1826 还在增长 1874 又增长了 一直在增长对吧 每过两百钟增长一个 这就用日来套材费 好 下面一个 BV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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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过两百钟增长一个 这就用日来套材费 好 下面一个 BV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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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作用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Message 是什么 Message 其实 是一个设想的时间 但是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0 那这个Message 我们假设 我们的一个交换网络的直径 不一样是交换网络的一个直径 假设是这样子 SW1 然后SW2 其实是任意点 到另外的任意点的一个直径 那有可能是SW3 连过来SW4 对吧 那假设这是一个根 它要发送BVDU 对吧 发送BVDU 到达SW2 SW2 那这是一个DP 对不起 这是一个IP 这是一个DP IP DP IP 对吧 是这样子吧 是这样子吧 用来发送BVDU RP 用来接受BVDU 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来画啊 好 到了这个位置 那SW2 无论如何 它总要摇摇一眼处理一下食言吧 对吧 即使是光速 即使是不管是怎么电口光口或者什么样的交眼镜 你总要有一个时间 任何东西在食言面前都是显得那么脆弱 所以呢 那 当它再把这个BVDU 发给SW3 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食言 设想这个Message 呢 就会加上 这个时间 然后再来 再来发 再来发 这可能还有一个食言 再加上去对吧 这也有 这也有 再有 然后继续往下压 这个Messageage 就是做这个用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呢 只能是一个0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可能通过一些更高级的 软件或者仪表才能够看到 我们看一下Messageage Messageage 一个0对吧 基本上都是一个0的 0 0 那我们继续来说 那后边呢 还有一个Messageage 我们把这个擦掉 Messageage 那Messageage 又怎么表示呢 其实你可以暂时把它离叶成 我们之前交换路由里边的 Hot Time 称之为老化时间 老化时间 通常情况下呢 通常情况下 是 插路时间的 10倍 等于20秒 当然是可以改的 我们路由里边可以改 这当然也可以改 那意味着 还是画图 还是画图 BP 对吧 然后RP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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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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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接口档 接口档 直连接口档 或者是你这个接口烧当了 那当然才能感知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TCN 当然和我们刚刚的这个Message Edge 也有一点时间 也有一点关系 但关系不是那么太重要 好Message我们记住是一个20秒 Hallow Time两秒 这个可能运气对吧 还有另外两个 还有另外一类时间值 称之为Forward Delay 转发时延 转发时延呢 你可以先进是15秒 好 但是我们的PPT第一 我们就说到了 第一我们就提到了 我们802.1D的一个收敛时间 可能最快就是30秒 对吧 那怎么算来的呢 其实就是根据这个Forward Delay算来的 那为什么是30秒 是因为15乘2 会有两个Forward Delay 两个Forward Delay呢 那我们要讲后边的 关口的一个状态的迁移 我们才能提到 它是有两个状态的 Listening到Loading需要15秒 Loading到Forward又需要15秒 所以最快呢 就是30秒的时间 我们讲这么多 其实基本上都在讲我们的 DVTO 对吧 这边还有一个资料没有理解吗 我们再来说一下 BridgeID和RootID BridgeID和RootID 那BridgeID呢 是每一个设备资程都有的 每一个设备资程都有的 里边呢 包含两个 两个组成部分吧 两个设断 第一个称之为一圈集 第二个称之为Mac GMac FaceMac 那 使用了干嘛呢 首先说最初始化的情况下 实际上互相对比的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画个图 SW-E的 它的一圈集是32768 它的GMac可能是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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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后面不写了 这边呢 32768 然后它的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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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也不写 6x2 6个Bihid 每个设备都有Bihid 为两个部分组成 这边呢 也有Bihid 好 它们之间 来相互对比 一旦兑后来 我们已经知道了 越小越优先 对了 是越小越优先吧 记住是越小越路线 那现在谁成为一个根了 A 好 A的V.E 这时候就是一个Rooter ID了 Rooter ID BVDO要传给他 传给B的交易机 B的交易机 就会看到Rooter ID是这一块 同时增加有一些Cost值等等等等 大家看一眼 在这个位 说SpineTree VLAN SW1现在应该是一个非根交换机 它不是这个根交换机 所以它看到了Rooter ID 在这个位置 5口是我们的根端口 这是Rooter ID的一个情况 前面是Rooter ID的一个情况 这个Cost值是到达根的一个Cost 然后 SW2 SW2 Rooter ID 我们来对比一下Rooter ID是不是一样的 5180 5180 那SW2呢 其实是有自己的Blaid ID的 就是5180 而SW1呢 自己的Blaid ID是9CAF 那其实Rooter ID的这个对不出来的 它没有被选为 入财机 没有被选为根